难怪黄荣承认郭湘向杨过 你看黄荣做了什么 郭靖也无可奈何 那时郭湘和神调大侠杨过 相处了两天两夜 随着郭福的寻来 郭湘含泪要走 杨过见郭湘秀美豪迈 动了恻隐之心的他 追了上去 送出了三枚许愿金针 不曾想 郭湘当即拿出了一枚金针 要杨过脱下人皮面具 此时的杨过已有36岁 虽两病斑白 却仍是俊朗潇洒 郭湘是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他见了杨过的庐山真面目 更是怦然心动 随后 郭湘又拿出另一枚金针 邀请杨过来参加 他16岁的生日宴会 杨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后的剧情 峰回路转 要不是小龙女 被金庸末地复活 杨过和郭湘 极有可能走到一块 织女莫若母 郭湘的少女心思 逃不过黄荣的眼睛 黄荣随后将郭湘叫了过来 做起了思想工作 可黄荣为何说 郭湘和杨过很像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又道 你杨大哥是个至性至情之人 只因自由遭记不幸 性子不免有点孤僻 行事往往出人一表 郭湘淡淡一笑 道 他和外公和我都是邪派 黄荣正色道 不错 郭湘的性格 的确不像姐姐郭福 也不像父亲郭靖 再看郭湘的天赋 他的武学天赋 也和郭靖有着天壤之别 原来郭靖之所以能成为 武林中的顶流高手 耗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 而郭湘则是一学就会 一会就经 任何奸色难懂的武功 在他面前都没了奥秘可言 好比在邵氏山上 19岁的郭湘曾和无色禅师 大打出手 无色禅师是少林寺的 罗汉堂首作 乃当是江湖的武学宗室 可郭湘却接连使出了一扬指 尼秀公 空明拳 玉女剑法 弹指神通 以及杨过 交给张三丰的三招 甚至还将打狗棒法的一招 夹杂在全真剑法里 由于郭湘达到了 无招甚有招的境界 这四棒非棒 四剑非剑的一招 竟硬生生的 将无色禅师的袍袖 划破了一道大口子 乍看之下 郭湘的确和杨过很像 二人都有着超越常人的洒脱 语不羁 加之 郭湘和杨过都是武学奇才 年纪轻轻 就能及百家之长 如果说郭湘的容貌 武学天赋都像黄荣 倒是能解释 郭湘不像郭靖 可郭湘的这个邪派 为何却再次不像郭靖 反而更像杨过 其实 你若知道黄荣做了什么 就知道答案了 原来郭靖是金庸笔下 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他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带着黄荣镇守 襄阳城多年 郭靖为了保家卫国 劳心劳力 黄荣不仅要替郭靖出谋划策 还要照顾子女 而黄荣在聪明贤惠 也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总有顾此失彼的时候 由于教导上的欠缺 黄荣的大女儿郭福 最终成了一个暴躁鲁莽之人 他曾在圣幕之下挥舞力剑 斩断了杨过的一条手臂 郭福又在古墓射出冰破银针 害得小龙女身中剧毒 间接和杨过分别了16年之久 眼见 大女儿郭福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小子郭破鲁又是平庸至极 于是黄荣对次女郭香极为严厉 正是在黄荣的高压政策之下 吃软不吃硬的郭香 这才逐渐成了一个叛逆邪气的少女 继而与狂傲不羁的杨过极为相似 对于郭靖来说 镇守襄阳城的他日理万机 虽然也知道黄荣教导子女的失败 但也是边长莫及 无可奈何了